現代全新一站式網上銷售平台 Click-to-buy 令你可以隨時選擇深型車款 看到車身及內櫳全貌 看好後,還可以立即下訂 去到 Showroom,減完手續就可以出車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上次和大家談完 Tank 更自然要談談他的孖生兄弟 Rumi 雖然兩輛車很多東西都一樣 但有些細節都值得和大家分享 Rumi 除了是 Tank 的兄弟車 亦是 Subaru Justy 大發 4 的兄弟車 而 Rumi 亦是 Rattax 及 BB 的後繼車款 先試試車,試完後再談談內櫳 OK,我們試完 Tank 後就試 Rumi 了 亦都很感謝車主借這輛車給我們 這輛車是新車落地,沒多久而已 其實我細心駕駛了一會兒 其實我和 Rumi 和 Tank 的分別是有的 不是完全沒有的 我便慢慢和大家分析一下兩輛車有甚麼大分別 這輛車,即 Rumi 和我上次試駕駛的 Tank 其實都是一公升級配 Turbo 所以他們在加速表現 其實兩輛車都很爽快 很充沛,它的爆發力很快 因為它是低樓的 所以踩在平下,踩在門上 其實速度已經在爆上了 很爽快,靈敏度很快 Turbo 是很短的,轉數亦很容易扯上3,000 轉以上 所以提速大家不需要擔心它在陷落的情況出現 所以在加速爽快方面,大家不需要太擔心的情況出現 非常之夠用的 亦都要和大家說,我的朋友在日本自駕駛駛駛駛駛駛 但它是租了一部沒有 Turbo 的版本 它就覺得很無力 所以大家都是那句,如果大家想買 Tank 和 Roomie 就一定要買 Turbo 版 否則會比較陌落 它有 Sport Mode Sport Mode 其實在軚盤的右手邊 我按到,一按 轉數就會自己打彈上去 剛才我是2500 左右 一按按鈕就會立即彈上去3,000 有門反應是靈敏了 亦是輕盈了 踏下去其實加速是更加快的 很明顯感覺到,好像解鎖一樣 我按Sport,即是打開 Eco Mode 反應明顯是會慢了 兩者的分別都明顯大了 車架表現大同小異 其實我喜歡 Tank 和 Roomie 的車架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鋼水很好 它的剛性不錯 亦沒有甚麼震動位置 Tank 和 Roomie 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它的車架設計 以及整個造工 加上它的隔音都算是出色的 其實都是強硬的一點 不要有預期這類型車 會像歐洲的SUV 甚至歐洲的房車 這樣的隔音質素 是兩者有少許的分別 日本車要看日本車的隔音標準 它在隔音的情況下算是可以的 因為這輛車的車廂很大 車身亦較高 我經常覺得很容易困著聲音 但是它和 Roomie 算是中矩中矩的 轉數升級回來,它會盡量壓力很多 它行車時是很平穩的 這是值得一讚的地方 所以我很喜歡這輛車的 我喜歡 Roomie 和 Tank 的行車表現 就是它可以給予多一種安全感 始終這些是家庭車 如果整個兩頭鎖的話就很麻煩 加上它的棠軚是實的 不會鬆跑跑的 大家也知道我喜歡堂軚越實 就越開心的人 在行車時,堂軚越實 便可以有助你的安全表現 如果你是新手駕駛 對路面情況不太熟悉的話 如果你的堂軚太輕 如果不小心,遇到一些不好的情況 然後你比較疑心 一些新手駕駛者 可能因為堂軚輕,很容易會搖 一搖,車的自然會擺動 一擺動便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交通危險 煞車的目的,在我角度來說 不是急停,而是兩個概念 煞車是最減少時 行程較長的話,我是比較OK的 因為我可以因應自己的力度 去減減速度 譬如我在前面和前車距離 減減速度,我自己會因應到 因為有些車款,譬如煞車是很靈敏的 或是會停停車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我駕駛的感覺 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我會習慣喜歡日本車的感覺 但每個人都不同的 只是我自己個人觀感 之前我和大家試聽時 都已經和大家稱讚 Toyota 的避震 其實路面的碎震過濾表現 非常出色 根本上是如你平地 它的懸掛,如果它撐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車身高 車身高的關係 如果它的懸掛能夠再撐一點 就會更理想 但當然,如果再撐一點的話 可能它的雷震或行車上 就會更加硬朗 可能它會犧牲舒適度 所以就要看看你自己的意願 先感受一下 我們來到後排的座位 中座位置 先說椅子 椅子的海綿 無論它的坐墊或腰間位 我覺得還可疑 但如果腰間位能夠再厚一點 就會更加理想 因為它的坐墊是厚的 是舒服的 但腰背位不夠厚 我喜歡厚一點的腰背位 如果腰背位的承托能夠再好一點 就會更加理想 坐下來的空間廣闊 非常之寬敞 其實很舒適 非常之舒適 怎樣移動都沒有問題 好,吞前又可以 它有一個很好的前後滑動空間 所以你可以因應自己的坐姿或喜好 吞前後可以拿到它的盤 吃東西 吃東西都可以 這些小朋友最一流 還有一些勾 勾到最大、最重兩公斤的東西 然後窗還有一個遮光鏈 真的很家庭 很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煙插頭 煙插頭、插USB 都可以 其實因應俱全 所有東西都很不錯 實用性跟Tank 一樣 這是一貫的日本家庭車的實用性 乘坐感方面 我覺得還可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如果將椅子移動到最後 便很貼近輪胱位 所以行車時是感覺到的 幸好它的避震雷震好 如果它的雷震硬的話 那就糟糕了 椅子移動到媽媽都沒有 一定會被人投訴 所以為何它要取得平衡呢 就是這個原因 它寧願先在舒適行 然後操控感 所以在硬度方面 它寧願調較軟身一點 來遷就整個舒適感 如果你覺得有些震震 其實可以怎樣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將車子移動到前 其實這件事已經減弱了 很明顯 因為人的重心在前面 不需要再貼近輪胱位置 不需要再貼近避震、輪胱位置 所以座位置比較好 整個座位置坐下來 整個座位置更加舒適 而且也有這麼多的推步空間 所以更加沒有問題 Roomy 和 Tank 的內櫥報告 其實近乎是一模一樣的 亦可以這麼說 Toyota 大部份這類型的家庭車的內櫥 是大同小異的 沒有太大分別的 不是花巧 全是走這個沉穩、平實、實用的路線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佈局就是這樣 不會有甚麼花巧特別的東西出現 這塊中間的螢幕 我認為這個螢幕是不錯的 為甚麼呢?因為它的解像度是不錯的 而且可以讓你看到 它都有同時給你看 這是日本人做圖時的一個非常聰明的地方 因為我一直都喜歡日本人細心的地方 就是它很喜歡用圖示去表記某些東西 所以很清晰的 這個面板其實是車主自己換的 所以就按下去了 下面的儲物空間其實不算太多 但是是夠用的 左右內邊也有杯架 關閉就行了,這個設計不錯 它不會無緣無故把杯架放在這裏 鋪層 你可以推上去 下面這些受色箱就是這樣 它就不會有甚麼按下去揭出來的儲物空間 不是其他車款,所以它是沒有的 但是車門下面也有一個充足的儲物空間 讓你擺水,讓你擺物件都可以的 下面這裏是沒有空間的 即是它不會有一個小盒子讓你擺其他東西 是沒有的,這裏 是不會有的 如果還是有東西想擺放 副架下面有一個小盒子 可以讓你擺一些小型物件都可以的 但是中間這個位置依然都是這麼舒適寬敞 因為日本的家庭車很喜歡 在這裏是打通洞 可能讓你很容易照顧到後面的小朋友 這是他們的家庭車設計 就是這樣 後排座位要說其他東西 首先是說它的低地台 它的低地台是366mm 非常之低 小朋友、老人家、大妻子、一家人 輕輕鬆鬆就可以上車 非常之方便 樓底高 看到了 小小的小朋友站在這裏 不過換衣服也沒問題 真的非常家庭車向 坐姿的感覺 剛才都說了 所以我就不再多談 唯一要再談的就是它有扶手 例如老人家真的行動不便 讓它駕駛來上車也很方便 另外就是今天有一個小窗 小朋友看風景也不錯 就是這樣 來到尾箱 尾箱依然是這麼大 大家看畫面也能夠感受到 數字上唯一一個數字我想和大家交代的就是這個離地距 527mm 為何要交代這個離地距 就是因為可以讓你更加容易 你剛才都看到 因為開到這麼低 容易讓你搬貨 上下貨 擺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越低越好 高太多 抽上去 低了不用 整個東西放上去就完成 關門走 大家可以看到空間 即使我把中排放到最後 椅背都是斜的 都是有這樣的空間 都是有觸覺空間 讓你擺放基本的小型物件 其實很好 躺平後會釋出更加大的空間 但它並不是完全平整化 在尾箱上躺平後會變高 所以這是要留意的地方 Rumi 的後座和Tank 一樣都可以向前躺平 然後拉一塊膠脊出來 這樣去戶外玩水玩沙 都不怕難清理 整件事是很一流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以一輛家庭車來說 很不為言說 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就不會選擇Solio 一定不會 原因是Solio 的車架沒有那麼好 我駕駛時 我試過很多次Solio 蘋果時已經試過幾十次 Solio 給我的感覺 雖然我是Suzuki 的朋友 Solio 給我的感覺是太單磅 車架是會有少許震動的情況 例如我駕駛時高速 高速時達到80 以上 整個車架都會有少許小微的震動 而且你會感覺到降水不及聽 和Rumi 很好 所以兩輛車架比較上來 雖則Solio 和Solio 一樣 都是有雙電拖門的設計 整個整體的駕駛感覺 整體的質素 車廂的質素 造工 我自己都會喜歡 Tank 和 Rumi 的特質 Tank 和 Rumi 真是沒有甚麼好挑剔 我一要留意的 乘客真的不要坐得那麼厚 如果不是,就真的有點浪 隔音方面,我建議大家 現在再自行造隔音會更理想 因為它的露燥聲未必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不知道大家喜歡 Tank 還是 Rumi 多一點呢? 不妨一齊來談談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 Like 和 Share 而且記得訂閱頻道和幫忙看廣告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